國外堂的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們等了三年半 第一堂終於恢復了 我們第一堂是被犧牲的你知道嗎 我們去到華盛以後 就留下第二堂跟第三堂 謝謝大家 那今天一回來呢 又發現五樓還有一些狀況 所以請大家要從五樓下到三樓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一個轉變的時候 過程當中會有一些這個 這個叫什麼脈 有一些小蟲我們需要處理 那現在我們要進到新的一個年度 那我們的目標是應許美帝 那應許美帝在你想像會不會說 40年曠野 我們要進加南地以後就沒有問題了 如果你只去看四世紀 就發現不是這樣 情況不是這樣 還是有問題 進入應許美帝不等於 從此公主王主就快快樂樂的活在一起 這是我們的期待 這是我們困難已經過去了 我們要到好的地方 其實還有很多我們需要面對 我們今天一起來想這個題目 應許美帝 那應許美帝呢就想到嘉南地 那有一個樂團 這是1975年成立的一個樂團 叫Heaven Bung 那一個Lawrence Taylor Alan Hoon Ken Eubanks Jeff Gibson 那寫歌的人是這個 Jeff Gibson 那這個是彈鋼琴的 他們三重唱 唱這一首是 1982年的排行榜第一名 這是美南的那個 福音詩歌 就是Canon Island is just inside 我把它翻成 眼前是嘉南美帝 那我們一起來聽 You gonna do that song Cause voted the number one song In 1982 By the subscriber to the singing news Ain' a land He's just inside Board Sees left us to the Forty years Emen Through the Forty Through the Fo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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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find a fire of fear And I heard it alone And that is where I'm going And the land is just the same Let's have a little bit of that kid Though we walk through valleys Though we climb high mountains We cannot give up the night Oh, we must be like Moses We gotta keep on going And the land is just the same And the land will be the sun of the day And the land is just the same And the land will be the sun of the day And the land is big And the world in the Lord is still there And the land is where I'm going And the land is just the same And the land is still there And the land will need the sun of the day And the land is just the same And the land will be the sun of the d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回溯一下我们开始建堂是这样开始的 2007年10月21号我们和会通过说我们教堂要重建 那一年我们就定下下一年的目标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有动机起来建造 经文是从《尼西米记》二章18解出来的 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 王对我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 这是那一年的主题 有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我们 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同心 而且能够都参与 第二个字是起来 就是大家能够都动员起来 而且能够互相鼓励 第三个字是建造 希望能够彼此的组织先建造起来 然后大家能够建立好的关系 我们希望用这样开始我们的建堂 然后你知道吗 2008年决定要开始重建 然后9月15号就发生金融风暴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这样弟兄姊妹有能力奉献吗 所以我们那时候跟神求说 让我们不要因为金融风暴 我们就气馁 我们反而要扩张账目 这是2009年我们的目标 圣经是从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 扩张账目之地张大居所的慢子 不要限制 放场绳子兼顾你的绝址 这里面扩张账目是主题 其中有一个张大慢子 第二个是放场绳子 第三个是兼顾你的绝址 那账目呢 就是我们敬拜上帝的地方 就是那时候古代的会幕 那你怎么扩张账目呢 那第一个要把那个布要放大 那个慢子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展 我们的小组事工 我们有安德类小组 菲利比小组 比萨类小组 巴拿巴小组 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推展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布放大的绳子要拉长 所以我们就把宣到外展的事工 也往外延伸 我们有到深坑 到桥头 到竹田 去帮助那边的小教会 最后一个呢 我们的绝址要定紧 不然你布放大绳子放长的话 风一吹就危险 所以那个起来 台湾就说起来 这个 定到土地里面那个要生 要定得好 所以我们开始呢 就鼓励大家要有灵修生活 跟神建立关系 当时我们有三个牧师 写三个灵修 希望不管小孩子 不管青年 不管成人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灵修 鼓励大家在家里 在教会 个人生活要祷告的生活 好了 我们这样度过了一个年头 到了年底的时候 我们终于破土开工 这是2009年 所以2010年是我们正式开始建 中间我们有移那个大树 我们有拆我们的礼拜堂 有做了很多视频 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既然要开始开工 我们可能会以为说 我们要为上帝盖一个礼拜堂 可是上帝可能不是 你要先让我盖你们 你们才有办法帮我盖礼拜堂 所以被建造的不是教堂 被建造的应该是我们 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 我们不是大家来做什么 是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建造我们 所以我们的2010年的主题 叫做同被建造 圣经是以弗所书第二章20到22节 建造在哪里 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 耶稣基督做黄饺石 这是同被建造的主题 耶稣基督做黄饺石 各黄联络的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然后神借着圣灵居住 反正就要讲 我们盼望我们在盖这个硬体的时候 我们弟兄姊妹也被建造起来 然后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 将来这个漂亮的礼拜堂 有漂亮的会友在这里 这样才能够荣耀神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同时被神来建造 那我们希望呢 建造起来是一个灵宫 就是一个圣灵愿意住在这里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小石头 用圣经做根基 让圣灵带领我们到目的地 建造的是我们彼此爱心的关系 跟我们有成长的经历 好那就开工了 我们真的开始挖下去开始做事情 所以2011年这是工程在进行当中 我们的目标是这个建造 弟兄姊妹能够被成全 能够被建立 以后所书四章十二节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有一个目标是要装备 第二个是要动员 第三个是要成长 希望这三个目标可以达到 那这个装备方面是要 联旅元首基督全身联络合适 然后百节各按各职 共用彼此相助这是动员 然后身体渐渐增长 满有基督的身量 这是成长 这是那一年我们的目标 希望整个教会在建造上面 可以越来越成长 然后2012年 就是今年我们知道 这个建堂已经慢慢要完成了 那我们不能只有看自己 我们开始要看外面 就是说把我们建造以后 神要我们看的前面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要举目看田 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 那是从约翰古音第四章 35节37节 举目看田庄稼成熟 那人杀种这人收割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 清田社区 还有神给我们的工厂是什么 我们知道哪里是我们可以下手的地方 是成熟的地方 我们知道哪个施工比较重要 比较快 哪个施工可以放满一点没关系 那杀种就是我们希望栽培很多铜工 然后我们希望开始有团队的侍奉 好了 我们2012年走完了 现在我们要进到2013年 就是今天是2013年第一次礼拜 那我们是要看应许美帝 那那是什么呢 应许美帝的经文是从生命纪六章17-18节 这里提到 耶和华向你列祖 启示应许的那美帝 所以第一个是耶和华应许的 所以你要用信心来抓住这个应许 因为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从埃及进到迦南 过了440年 这个是很长的时间 你要抓住 其实我们教会想要建堂 其实不是现在 其实是几十年前就想要建堂 可是因为这个土地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 就开始为建堂奉献 他们抱着信心 开始奉献 开始存钱 一直到今天 我们应该是66年 就是建堂 我们设教会66年后 我们才完成这个建堂 所以他们是按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知道神的应许 不管是多少 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确信的 好了 耶稣亚带着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美帝 第一关就是约旦河 这是南关 怎么渡过约旦河 你不渡过约旦河就不能到迦南美帝 可是约旦河有水 所以就要讲 就需要愿意听上帝的话 上帝说祭司你把脚踏下去 我就让你们走过去 换句话讲 要进入应许美帝 要愿意顺服神的带领 愿意冒险 那祭司真的是就这样走下去 那个困难就解决了 那我就在想 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新坛 我发现我们有很大的困难 有很多困难 硬体是容易解决 这个我们跟厂商 大家弄一弄应该就过去了 可是软体 你知道吗 我们的这个整个硬体是差不多以前的六倍 那我们预期至少来这边的人会三倍 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可以在这边活动的人 可是我们的同工预备好服事这么多的人 或者人进来了 那你没有同工怎么办 昨天我才在跟会务委员会讨论这个事情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现在不想怎么办 很多人开始要来借我们这个场地 水可以来服事他们 关于影音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所有人来都去碰我们那个很贵的影音设备 我的感觉是到昨天开会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很简单的 我们现在每个礼拜有这么大的场地 到礼拜天以前要有人来把这个桌椅规定位 因为中间有人用了可能没有用很好 我们有足够的同工愿意说好礼拜六你通知我 我就来帮忙把这个整个大楼的这些椅子桌子都排好吗 我知道从我们23号回来到今天 大部分是荣耕兄跟施养长老两个人 礼拜六来排这个椅子 我觉得不忍心 我们有这么大这么大的地方 可是有多少人愿意预备好说好我愿意来服事呢 好楼是愿意这样子所以神可以重用他 这个应许美帝不是飘在天上讲一讲听一听就好了 是真的要一步一步的去实行才可以 所以耶和华跟他说脚掌所踏之地我就给你 关键话讲应许是应许的 可是你要用你的脚一步一步去踩下来才有 需要去实践 所以耶稣说你每一个礼拜天来听我讲道的话 你回去要去做 否则的话那个应许达不到你那里 他们碰到的第一个困难过了约旦河 就是这个耶利哥城 看起来是不可能克服的困难 可是他们靠上帝呢 他们听上帝的话 结果他们克服那个困难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子 靠着我们的主可以得胜 得胜以后他们就出现一个更大的问题 他们就自以为了不起 我们已经度过旷野 我们已经度过约旦河 我们已经到了迦南地 而且那么大的城我们都赢了 下一个城是小城 叫做爱城 结果他们里面的弟兄姊妹 有人犯罪得罪耶和华 他们也以为派三千个人去就没有问题了 结果吃了一个大败仗 那么就要讲 神让我看到的是进入应许美帝 还是可能失败的 还是可能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不小心 我们自以为说没有问题了 这个都已经很好了 神就让我们体验到这个失败的痛苦 没有关系 我们会再失败 可是我们失败当中 愿意到神的面前悔改的话 还是可以再站起来 这是这个阿甘的事件 给我们学到的功课 从失败当中 如果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还是可以再被神建立起来 最后约书亚发现这个地太大了 所以需要分工 他就把十二个自派分配好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五个委员会怎么分配这个事工 昨天关于那个影音事工就在谈 这个婚伤到底是关顾的还是会晤的事情 如果有弟兄姊妹在这边结婚 那个影音到底是关顾要负责 还是会晤要负责 还是谁要负责 这个分工的问题就出来了 是崇拜吗 到现在我的感觉是还没有结论 大家还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 可是马上很多人就要来接 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没有进来 那个十二月十五号 已经有一场婚礼 一月一号又有一场婚礼了 那马上就有很多弟兄姊妹 希望在这边举行他们的婚礼 或是他们的告别礼拜 那我们的分工怎么办 这个我们大家祷告 就是我们的小会 必须要在这个方面 大家要处理好获得的话 进到新堂 就是大家争吵的开始 分类的开始 而不是祝福的开始 所以你看我们有五个委员会在这边 我们怎么把大家要推动的事工 大家能够在主里面看好 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这个是你们该做的事情 这个也是很重要 我都讲到教会 我们个人 第一个 神要给我们的应许美帝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他要给你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 这是一个美帝 你愿意进去吗 叫做密室之地 你有个人跟神一个亲近的地方吗 我记得校允师哥有一首歌 有意甜美 有意甜美安静之处 靠近神的怀里 我想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应许美帝 不是礼拜堂 是你的心灵的殿堂 我们为了鼓励大家祷告 我们的亲道老里面 特别画了一个地区叫祷告室 我不想你知道吗 我们要那个地方是不作别的用途室 让弟兄姊妹可以来那里祷告 你想用他吗 你想来那边亲近主吗 你说我太远了不能来 你在你的家里 有这样的机会吗 有这样的时间吗 耶稣说 你进你的内屋祷告 暗中的父 父报答你 过去我都以为 报答就是给我糖果吃啊 我有什么困扰 就自己祷告 神就解决我的问题 现在我发现不是 最大的报答是 神跟我变成亲密的关系 关系比东西重要 我们太注重东西 就是我祷告是为了要东西 我要健康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可是神说 我报答你是 我成为你的神 我要跟你经历亲密的关系 可以跟神得到他的恩惠 得到他的连续 第二个 当我们进到内室 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到外面的时候 别人就看得出来 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地 我把它称作成圣之地 就是我们的为人处事 人家越来越看 你有耶稣的样子 这是另外一个迦南地 是我们要努力的 就是越来越像主的样子 耶稣说我柔和谦卑 你要有我的样子 如果我们真的是 常常到内室跟神亲近的话 希望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 在外面你跟别人来往的时候 人家看得出来 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 跟别人也不一样 这是另外一个地 我们要努力的进到这样的应许美地 如果你的灵修生活很好 你自己表现得让人家也真的很羡慕你说 这个人很有爱心 很温柔 很谦卑的话 下一个就是你愿意把这个好处跟别人分享 好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分享神的爱的地方 你愿意去吗 君佑传道在我们当中 我们请他来 就是希望我们盖着新的礼拜堂 不会大家就守在这边 希望有人会看到有很多地方的人 还没有礼拜堂 还没有教会 什么都没有 你愿意去吗 那是传福音的地方 当你的灵修生活跟神建立好的关系 当你在日常生活里面表现出人家很羡慕你的时候 你有这样愿意离开很舒服的这个环境 到一个不太方便的地方 在那边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 让他们也有机会来进到密室 来进到城市 你愿意这样做吗 我觉得这是第三个 我把它称作宣道之地 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地极 传到天下 我觉得也不必到天下了 只要传到台北县就很多了 我们目前要找的地方是在台 我们从这边开车一个半小时以内的地方 叫做都边 希望那个地方还没有教会 我们能不能去那边 为他们那边的人弄一个小小的教会 让他们也可以在那边礼拜上帝 你有考虑到愿意跟进入传道一起去吗 这是另外一个应许之地 如果圣灵降临 希望我们当中有人愿意去 或许你受呼召 就是留在和平 对清廉社区没有关系 或许你受呼召 就是到跟军事传道到那边去 或许你受呼召 是到更远的南部或是东部 或是甚至是到海外去都可以 因为圣经说 有耶路撒冷有犹太有撒玛利亚有地极 神给我们不一样的呼召 但是一个一样的就是说你愿意离开你很舒服的处境 去到一个对你来讲不太舒服的地方 为了福音的缘故 这是另外一个应许的美地 好 如果你这一生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 你的祷告生活很好 你的日常生活跟人家的关系也建立得很好 你对没有信主的人也很有爱心 那我觉得这一生应该够了 再好的生命有一天总会说再见 对不对 再见的时候你会害怕吗 还是你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应许之地呢 耶稣基督被吊在十字架 要死的时候有两个人跟他一起吊在旁边 他们是无恶不作的坏蛋 其中有一个跟耶稣说 我就要死了 那你也要死了 我死的时候你可以陪我吗 耶稣说可以 你相信吗 我们都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要去哪里 耶稣说在乐园里 你要跟我一起到乐园里 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你知道那是审另外一个应许之地 要为你预备的吗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劳苦 安息在主的怀里 我们常常这样讲 你是真的有这样的确信吗 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离世与基督同在 耶稣对那个强盗说 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这是我们离开世界以后的另外一个应许之地 最后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 耶稣基督再来 要把我们涌入他的怀里 这是我们现在讲的启示录 那个是新天新地 我如果预备好地方就接你到我那边去 神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要做他的子民 这是最后的应许之地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年开始跟神说 我要进入应许之地 我希望可以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希望可以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子 我希望我愿意牺牲一点代价 做你的见证 我希望我离开世界的时候 是心里很平安的 不会害怕的 我希望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是跟你永远在一起 我们低头祷告 主 你当时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 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相信今天你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进入应许之地 让我们知道应许之地在哪里 让我们愿意抱着喜乐的心 来走入这些应许之地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